你有想像過太陽消失後的地球嗎? 太陽研究中心很好奇到底會發生什麼事 所以他們製作了一個稍微有點可怕的時間推測 如果沒有太陽的話,隨著時間推移,地球會變得如何呢? 在太陽消失八分鐘後 星星將停止繞行軌道 因為失去太陽鼓勵 他們都只會以一條直線的心態在太空中移動 再過一分鐘,我們會被黑暗吞噬 星星還是閃亮的 但沒有太陽反射的月亮 我們將再也看不到月光 再過幾天,地球溫度將開始下降 幾個月後會達到攝氏-87度 四個月後降到攝氏-162度 大多數細菌會在幾天之內死亡 但是一些微生物仍然能夠生存在地球表面 我們很有可能在一個月內死亡 但是如果我們躲在封閉的地方 或是深海中的潛水艇 就有可能存活 植物可以存活幾周 但缺乏太陽就無法進行光合作用 草食動物會在沒有食物來源後死亡 食譜動物會活得久一點 因為牠們靠吃動物屍體為生 但是之後也會開始死亡 海洋這表面會在兩個月左右結冰 生活在海底的生物 則可以活得久一點 海洋的冰凍層會把海水跟空氣隔絕 是海洋幾千年內也不會完全解冰 但當地球的溫度達到攝氏幅204度時 大氣層會開始崩潔 因此再也無法防止宇宙輻射侵害地球 由此可知 太陽會對我們來說有多麼的重要